前纸篮球员陈桂祥又去年带领花莲自强国中篮球队员获得全国冠军图联合报系资料照片分享 前纸篮球员现任花莲自强国中篮球教练陈桂祥去年带领球队获得全国冠军 最近球队正积极备战全国在八强赛事 他却因上月捐出六成肝脏就重病癌腹 人在休养中他说心里一直挂念着球队 还好人有其他教练带队身体已恢复的差不多 很快就会回到球场 陈桂祥捐肝后从胸骨到肚脐 再者往右腹留了一道长长的L型伤疤 是他孝心的印记 他复原情况不错 只是要避免牵揍伤口造成撕裂 他说父亲今年初发现罹患肝癌二期 十月终一度陷入肝昏迷 情况很不乐观 家人们只能靠着信仰不停祷告 不久三军总医院就比对出他适合捐肝 让家人从绝望到希望 27岁陈桂祥学生时代 曾拿下全国高中篮球联赛 人气王短暂效力于超级篮球联赛 玉龙纳志杰篮球队 但因伤所苦加上家庭因素决定回故乡 在母校自强国中执教 去年挂名教练第一年 在外界不看好下 率领球队夺下JHBL国中篮球联赛 总冠军是孝史第二度 也是魁为六年再度登顶 陈桂祥上月24日在三宗军杆 捐出多达60% 几乎是极限 父亲陈金峰是花莲新城景 分局警员因医药费膛大 不少社会慈善团体获之后 主动透过分局了解状况 陆续由小额捐款涌入 主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